呃其实我想这部分包含说中国最近本来对于呃民进党政府说台湾这边施压的动作就很多那到现在新国会的组成看起来现在今天的招委选举之后白蓝联手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了那就像玉玉委员讲的白蓝确实在立法院是他现在可以说两党加起来就是绝对多数了那接下来其实马上会有很多在过去几年民进党呃我们去推不然说要强化台湾主权 然后要拉开跟中国距离这样的法案现在白蓝可能要联手去把过去几年这个方向翻掉所以未来这件事情我想大家可能密切关注是不是会对台湾在整体国际情绪上面产生更大的冲击包含前面呃讲到这个金门快艇的事件那其实我刚刚看了呃这个因为今天早上内政委员会的招委国民党这边选出来是高金素媒嘛那其实高金马上就排了下个礼拜就要要求海巡署要来立法院这边做一个专案报告所以我先回头从 这个海巡的事件开始讲了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们谈了这么久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很无信的事情因为我们讲所谓这一个它的快艇是所谓的三无船只嘛没有根本就没有船集证明的黑船那其实这样的三无船只不要说它过来越界来台湾这边就算它在中国自己的管辖水域中国自己的海域去 不论是它做什么样的行为中国自己都是要取缔的它根本上是没有正当性的但是它今天过来台湾我们执行一个驱离或登检的动作之后为什么现在一路升高到呃这么政治的高度其背后当然是来自于中国官方的推波助澜那我们看到说现在中国官方对这事情的态度踩得非常的硬因为包含说要要求台湾海巡署这边要有真相然后要究责然后要道歉要赔偿 他说我看到这个试点诉求我是有点傻眼诶真相究责道歉赔偿这不是转型正义的四大方向吗那竟然一个我们就是完全是站着住脚在我们的水域去执法这样的行为中国现在把它上升到一个说要你全面的认错全面的道歉那当然背后是为了要给台湾的政府制造更大压力嘛所以我们看说中国官方是把这事情拉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包含说在呃这个事情是2月14号发生的嘛 在2月19号的解放军底下的海峡之声这个电台他就已经为这事情做出一个定性也就是说呃要从这个金门的快警事件来看未来打击台独的思路嗯他在这个事发五天之后就把这事情上升到一个最根本背后台要打击台独的问题嗯那再来我们看到说其实包含这个这里面他里面是怎么讲的呢说虽然这起事件哦呃看似是一起意外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 哦就是说这一切背后都有因素那问题就是民进党的正责任他说呢由于海峡的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既有领土所以台湾方面去说啊惊吓的水域渔场等等中国是一概不承认因为这个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域嗯所以这事情其实回到背后是中国借着这一次事件借机要继续推动对于台湾统战的一个进程包含说我们看到现在分成几个部分所谓中国对台的三战嗯舆论战的部分 当然中国是在方面动之以情嘛说家属只是想一个公道只是想一个真相家里死的人难道不能问一下吗这是舆论战的部分那在认知战以心战呢他就去根本上像我刚刚谈到他根本上去否定了不论是所谓三无船制他说没有这种事情我们中国船自古以来就是在这个地方以前当然可以所以也在这个部分去推翻了所谓过去两岸之间的一个默契了就是所谓的禁止水域那再来到现在法律战的部分呢也就是他去包含说不承认台湾的管辖权 包含他让自己中国的海警在金架附近水域执法他用这多重的综合打劫的方式就是要在520之前不断对台湾透过灰色作战方式极限施压一方面测试台湾的底线那一方面也在过程中他要去企图创造一个新的继承现实也就是把本来过去的台湾的组权翻掉然后他推一个新的也就是说这边一直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域所以这部分我想相信接下来可能动作还会更平凡更平凡 所以在这部分包含海巡署今天出来是说这部分不会道歉因为秉公执法不能道歉嘛你在这个地方如果开了一个破口让中国有了机会说你看这件事情根本上就台湾方面错台湾民营党政府一意孤行一条性那未来背后之后我们的主权可能步步一步一步步最后退到退无附加的地步所以这部分当然民营党政府我们的立场是说底线要守住我们可以慰问但是不会赔偿不会道歉那再来就讲到说这个是中国官方对台湾的施压问题是说台湾 台湾我们内部也面临到来自相当一定程度压力包含刚刚讲到现在国民党要在立法院推动 这一个放宽中配入籍年限那当然刚刚预委已经讲了这个所谓的中配跟外配其实包含很多中配现在待遇是优于外配 但我另外提一个部分就是说在政治冲击上的部分刚刚今天最新的新闻是我们台湾的检方已经根据国安法去 升压了这一个台湾新住民官协会理事长周满芝也就是他去年在选举的时候带团带领台湾这边的所谓的新住民所谓中配的这个家庭去中国包吃包住包晚 一切费用都是免费由这个中国方面来招待然后带他们到中国去宣传包含说两岸必将统一包含说一个中国包含两岸一家亲这样的意识形态那这就触犯了国安法说你为境外势力在台发展组织嘛 所以今天检方是正式的把它升压积压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说中配现在台湾的人数直接中配是35万 那我们算上家庭一个一家如果4人那这样的人数是破百万 那根据陆委会现在统计大概每一年目前了中配拿到身份证的速度 大概一年增加6到7千个那如果未来我们把年限从6年缩短成4年 那他们评估大概这样增加速度会增长到一年2万人 也就是说如果在中国已经是系统性的透过配偶这样一个管道来对台湾事情统战状况下 我们现在又把这个门打开更大让更多水流进来 那这方面是不是会对台湾的国安产生更大的冲击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中国系统性的介入台湾选举同时去维护台湾民主的主体性 我想这部分是未来立法院很需要民党去一个聚力争的地方 哈喽大家好我是宁关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下小铃铛